我最喜歡跟伯伯玩 我希望伯伯每天賺到一百 每天賺到什麼 一百啦 賺到一百 一千塊 回收 就是靠回收 就像你知不知道在回收場看到這樣 那整車 整車 那是要收 整個洞大樓的回收量到一台 這間是準備 要整理給小朋友的房間 你看 一個單門床 拆成兩邊 拆到電風山 就是整個熱風 就是幾天苦冷 沒得到 暖氣沒得到 收入夠的話 我想換一個環境好不好 這裡也會有老鼠 現在他們父母也不在 一個人扮演兩個角色 我也自己亂 顧得灰燒燒 小孩現在也有過動山 也有在香港 他有去讀書 我飯錢比較省 我們的飯錢就比較省 假日在家 這樣就是時間到 我就會買飯 我自己吃 我不一定會吃 然後吃的東西 就以小朋友為主 他吃不完的 我就接著吃 不會去想說自己要吃什麼 他先吃什麼 我就買什麼 想說堵會過就好了 因為小朋友一直很期待 然後就是 有時候我很累 我就媽 你也要休息 阿公比較八 其實恩恩他已經 即將要升上 國小一年級了 所以勢必因為 居住環境的空間 如果可以有 恩恩一個獨立的房間 其實是很好的 也是訓練他獨立的一個機會 但因為爸爸過去就是真的 在照顧恩恩 還有工作上 其實很難有餘育 再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剛好也透過這次的機會 我們陪伴爸爸一起來 整理出恩恩的房間 也是希望送給他一個 入國小的禮物 簡單的一個就是 簡單的床墊 那是在耳末的 社工有說 缺陷 穿衣的東西就好了 就簡單的就好了 有沒有漂亮 有 有 它是裡面我喜歡 我喜歡我裝扮 我愛姐姐 還有我 我親愛的朋友 我啊 我都賺很多錢 我都賺很多時間去賺錢 就一天過一天 都賺過 有辦法賺到 又賺到又賺到又賺到 我賺到又賺到又賺到 我賺到又賺到 又賺到又賺到 我賺到又賺到 我賺到又賺到 在台灣 多數弱勢孩子吃不飽 穿不暖 住不好 沒錢看病 甚至是付不出血費 這是他們的窮活日常 我是露露 黃鹿子英 而複聯盟 憲政募集五千位救命人 邀請您一同牽出援手 幫助弱勢孩子吃飽 穿暖 穩定就學 健康成長 一起翻轉他們的貧窮日常 窮活大作戰 沒你就不行 背膏 壓閃 你最喜歡手